邀提醒新竹竹北的民眾注意了 有鱷魚掏家了 原來是一位專門遜鱷師所飼養的這隻鱷魚 他趁著家門沒有關好偷溜出去 四主非常的心急 也請里長跟動保團體幫忙 在可能出現的下水道或是水溝 來找尋他的下落 和鱷魚一起細水 心涼一下 在專業的遜鱷師Sashimi眼中 鱷魚就是他的心肝寶貝 但16號晚間 他所養的其中一頭 名為小鱷的鱷魚 卻趁著家門沒關好 偷溜放風 悠哉的橫越馬路逛大街 小鱷在巷子裡晃呀晃 行蹤馬上被發現 就躲進車底下 我要看手電筒罩 雖然四主說 小鱷的品種是眼鏡凱門鱷 生性害羞 只會在水裡吃魚肉 幾乎不會攻擊人 但大家還是很著急 想趕緊找到他 四主也通報里長及動保單位 來幫忙 你看到底下有沒有 當地民眾爬上廟旁的屋簷 想確認強風邊有沒有他的蹤跡 流水流過的地下水道 也予以打開人孔蓋 每個角落都要轉變 我現在只希望 可以趕快把他找回來 因為在外面我也不知道說 會不會有其他動物或攻擊他 或者是他又造成什麼 交通意外之類的 希望竹北地區的民眾 也多加留意 盡快讓小鱷 重回主人的懷抱 華視新聞中民縣徐一環 蒲馨宇 新竹報導